常规检查危害可以忽略不计 比如说我们以胸片作为例子 第二胸片是目前医疗辐射中辐射剂量较低的检查项目 一次第二胸片正位只有0.023个好细幅 胸透辐射量是现在第二胸片的几十倍 所以现在临床上一般很少用胸透检查 CT辐射剂量也是第二的上百倍 其实每次第二胸片的辐射量微乎其微 再加上与此同时人体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 因此偶尔的胸片检查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几乎没有 但是射线毕竟对生物细胞有杀伤致机的作用 如果没有临床必要不建议过度检查 对于备孕中的男女在备孕前半年内要避免放射检查 儿童由于机体的免疫功能未发育完全 及其对射线敏感性较高 也建议减少非必要的放射检查 如果必须检查需要做好防护 比如说对某些腺体 儿童尤其是对于性腺的防护 避免不必要的放射损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